这尊陶泳形态相当奇特 头部缺失 双手高举 上半身拱起 左边则为弯曲折叠的双腿 呈现像是下腰仰躺的姿势 看起来柔软度相当高 这是大陆西安秦始皇帝林博物馆 最新修复完成的麒麟柏信泳坑 28号泳 不同于坑中 其他较为常见的站姿或坐姿的陶泳 仰卧的姿态被学者称为仰卧泳 它表现的可能是一个 类似于鲤鱼打挺 或者是俯身后仰的这么一个姿态 仰卧泳被发掘时破损的相当严重 头部及双手缺失 修复历经了九个多月才完成 长154公分 重101.4公斤 因独特的身姿还被网友戏称为瑜伽友 专家认为百姓泳象征着 秦代宫廷娱乐的杂技活动 不同于七始皇兵马泳象征的是军阵 秦兵马泳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类型多样 个性鲜明 在古今中外的雕塑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而大家熟悉的兵马泳兵种类型相当多 比如有跪射泳他单膝跪地 持握弓箭的双手至于腰间 其兵泳一手牵缰绳一手持弩 像是在待命准备作战 此外还有军事泳 力射泳 武士泳等等 多兵种组成的特殊部队 长相表情都不相同 反映的是秦始皇生前的军事情况 不仅代表着大陆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 也让后人能更加了解古代文明 记者继续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